早餐想要吃的有营养,又比较省食 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互闲时间做好备餐 今天给大家分享我家的早餐备餐 用一种面团解锁四款面包 做备餐面包我会用中种法 口感绵软拉丝,而且放几天都不会变硬 按照屏幕上的食材配方 放入揉面缸,揉成团 中种面团需要放入冰箱冷藏10小时 所以我一般都会提前一晚上来做 经过一晚上低温发酵的中种面团 能让面包充满独特的香气 将主面团所需要的食材倒入揉面缸中 我们先用低速将中种面团和主面团混合成团 当面团揉出八成筋膜的时候 加入软化的黄油 这款厨师机带一键出膜功能 我们直接选择手套膜 选择对应的面团刻数 不需要太复杂 就能轻松揉出手套膜 即使搅拌这么大的量 厨师机的稳定性也是非常好的 运行时声音也不大 用它揉完面的面缸也非常的干净 揉好的面团我们需要盖上保鲜膜 饧发至两倍大 今天准备做一个椰蓉吐司 先把椰蓉馅料拌出来 中种面团的延展性是非常好了 我们取450克面团 给它平均分成三份 给它滚圆让它松弛15分钟 取其中一份擀成30厘米的长条 放上约绒 卷起来 吐司的擀卷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 编麻花辫 因为我是单手操作不太方便 所以我自创了一个简易的整形方法 吐司的发酵时间比较长 所以最先做它 接着做孩子比较喜欢的长仔包 这个就更简单了 可以搓圆 也可以擀成椭圆形 放到模具中发酵就可以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咸甜口的 芝士香肠面包 把香肠卷起来 撒上芝士粉滚上一圈 切四刀 分成五份不切蛋 整理成花形 放到模具中就可以了 把剩下的面团分成三份 每份大概110克 擀成20厘米的大长条 从上往下卷起来 这个就是毛毛虫面包了 准备一个泡芙酱 黄油加水 煮至沸腾关火 放入低筋面粉 达到糊化的效果 晾至产温之后 少量多次加入蛋液 用35度的烤箱 给面团发酵至两倍大 放上烤肠 因为自己做的烤肠 只剩两根了 所以用的是买的 烤肠我只用了两根 分成了四份 挤上沙拉酱和番茄酱 撒上葱花 芝士卷也刷上蛋液 放入烤箱 上火160度 下火170度 烤15分钟 到20分钟左右 因为忘记该锡纸了 所以泥上管比较近的长载包 颜色略焦 但不影响口感哈 一触炉就满屋飘香 毛毛虫和吐司也发酵好了 给它挤上泡芙酱 成Z字形 均匀地化下来就可以 剩下的蛋液刷到吐司上 放入烤箱 毛毛虫180度15分钟 烤好的毛毛虫面包 可以提前拿出来 吐司需要180度烤30分钟 今天用的长蒂大白金风炉烤箱 可以三层同烤 一次烤更多 上色也很均匀 有这两台厨房神器 凭借我一直半手 也能做出这些早餐备餐 同时还能尽心享受烘焙的乐趣 烤完了吐司 我们给它切成片装起来 剩下的面包长温保存就可以 好了 今天的美食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娃娃妈妈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